今天好像我的病情有點反復 希望不會是復陽 我還未做快冊 我之後再看一看 但感覺有點不太正常 所以再說一次 新冠這件事 不是大號流感 或者傷風感冒 就算你打了三針疫苗也好 其實病情都可以挺重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如果能夠合資格打四針的蜂友 希望你們盡快打第四針 國內的蜂友 現在應該不能打第四針 如果你能夠打三針 都盡量打第三針 希望大家不要中招為最好的情況 但有些地方的蜂友就沒有辦法了 病毒傳播得很厲害 尤其是Omicron BA.4和BA.5 病毒傳播太厲害了 很難避免到的 就算戴齊口罩也好 擦手液用得很足夠也好 都沒有辦法會出事就會出事 說一句 不好意思 我自己就自己出事了 有時候都沒有辦法 只是一時的鬆懈 可能是 那就出事了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回來講一講國內的新聞 現在國內的情況 我都要告訴大家 其實有些數字 每一次出來都不太好 但是它都有些好的數字 舉個例子 就是中秋假期第一日 全國公路水路預計發送旅客 就一千八百零二萬人次 有些人就說 他們跟內地那裡有經常開會 知道那些城市很受影響 沒錯的 有些局部城市 是受到 都是有幾大的影響 但是你要記住 如果全國一盤棋去看 現在這種抗疫模式 其實都是比較有經濟效益的 因為你要記住 內地很多地方 都還是靠做工廠 做製造業的 那如果你那些工廠 不能夠開工的話 或者要用那些封控措施 去令到那個工廠去停產的話 其實那個成本很大的 我見到很多人開始就說 為什麼你說的不適合我 國內 之前就很棒 那個封控的政策 但是去到Omicron就不行了 你要留意一件事 沒錯有些地方是爆了疫 爆了疫就處理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的 它不是同時間全部一起爆 你要記住 每一次爆的地方是局部地區 你要記住這件事 如果你全國一盤棋去看的話 其實那個影響不是震十分大的 還有你看到現在內地 是不是真的有走資的情況 我就告訴大家 不是 為什麼呢? 商務部又有個消息 就是今年1月到7月 全國合同外資 1億美元以上大項目 實到外資668億5000萬美元 同比增長35% 不要覺得數據是假的 因為你可能接觸到的人 就覺得現在的環境很不行 現在環境是不是十分好 我們都可以承認 但是 是不是差到一個位 就是說 跟外圍比是差得遠呢 是說非常非常差 快要死 其實就不是 現在局部的行業 局部的地區 是有問題 這個是真的 但是 你都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在國內 那個疫苗接種 那個情況不理想 而且特效藥 也都 真的不夠用 尤其是新冠 它為了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根本就沒有辦法 好像那些人說 現在要做的 做的 現在有些人就說 要全面開放 所有東西都開放了 好像新加坡那樣就可以了 你要像新加坡那樣 你要有新加坡的醫療設施 那整套醫療系統 要像新加坡那樣厲害 那國內的醫療系統 有沒有新加坡那樣好呢 就是說這些 說要全開放的人 其實就不理一般人的死活 就是我 見到這些人 其實我有時都很生氣 就是你自己沒事 就不代表別人都一定沒事 這件事 就是我們經常都在說 國內現在的政策 始終都是有一個合理性 有些人就 開始罵我們 就說你這樣說 沒有公術力 現實就是 真是坦白說 當你自己親身是痛的時候 你當然是會覺得很悲慘 現在我知道 有些行業都是很慘的 在內地 但是 沒有辦法 你要想一下一件事 你另外 那個方向去想 就是 如果 就是那個死亡的數字 就是開放了那個死亡的數字 跟新西蘭那些地方類似 跟新加坡那些地方類似 在內地 每天死三千多人 就是因新冠而死 每天死三千多人 我們之前說過這條數 每個禮拜 就死兩萬多人 每個禮拜 你要記住 這條數 你覺得 共產黨能否接受到 因為新冠而死的人數 每個月 就會去到差不多十幾萬 你說 這條數能否接受到 如果你說這條數 沒有所謂 那就OK 對不對 舉個例子 就是好像香港那樣的情況 香港現在的商界都出來說 我們封面 一會兒會說 現在香港都沒有完全封 全開了 如果香港全開了 你每天大概都要死十幾二十人 是每天 你每天死十幾二十人 你能否接受到 是要維持幾個月 最少是 你能否接受到 有很多事情 你們那些有錢人 當然沒事 怎樣都有醫生看 怎樣都有藥食 那些最有錢的人 成中富豪 怎會害怕這些事情 一般老百姓呢 即是現在一般老百姓 不是呀 現在我們一般老百姓 生存不下去 我老實說 即是一般老百姓 你說會不會因為疫情 是完全生活不下去呢 我就認為不會的 尤其是在內地 有些情況當然不好 有些人上下其手 我們這些都知道的 有些小區的人 有趁風空搵食 發財 有這些人 我們有講過了 這些事情都 我們明知道是有這些事情 但是 都是沒有辦法的 有時候 因為你死人的成本 其實就更高 還有國家統據局的數據 這個就是8月份 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還比 由漲轉跌 同比 漲幅都會有些回落 這個我們昨天都有講的 其實 所以我們就說 這些數據 你如果要看內地的數據 你真的要看全面一點才行 另外呢 就是 海南島 所有縣市都已經實現社會清零 所以你說清零是不是不行 不是 清零是清島的 到現在還是 對全國的影響 是最小的 就是這個動態清零這個方法 到現在也是 其實 除非 你覺得 死人那裡是沒有成本的 就是我死了的人 可以當賺 養老那裡節省 如果你是這樣計算的話 就沒有所謂 但是 內地很不同 很多老人家和年輕人一起住 所以 現實就是 你一 開放的話 老人家就一定是首當其衝 其實就是 所以 現在 那些叫內地的全面開放的聲音 根本 老實說 我是很反對的 另外 當然 還有就是 教育部的消息 教育部就會繼續擴大 普衛性學前教育的資源 到2025年 全國普衛性友誼 已經覆蓋率 就會去到 85% 這也是好消息 那 有個不是幾乎的消息 就是 截至昨天的 下午兩點 四川奴定 6.8級地震 已經造成 88人遇難 30人失聯 這件都是慘事 國家航天局的消息 就是 中國探月工程 四期任務 已經獲得了 國務院的批復 目前 就 進展順利 另外 昨天公佈的 9號 新冠確診數據 就是 290宗 境外輸入 就51宗 本土病例 就239宗 如果有些人說 不是 現在風控得很厲害 沒錯 局部地區 不是全國風 現在 其實現在 我的看法 已經 算是很精準 在北京 就 新增了 8例 這個就是10號的時候 凌晨到 下午5點的數據 新增了8例 在西藏 這個就是 10號的時候 凌晨凌時到 下午2點的數據 就是 新增 確診病例 3例 無症狀感染者 112例 那 為什麼 在西藏這些地方 會困難呢 其實 你要明白 一件事 那些人 是周圍走的 它的流動性很強 其實 還有就是 管治力度 在城市 都是夠力的 在農村 不夠力量 叫人戴口罩 那些 做不到的 有時候 還有 在內地 根本 沒有疫情的時候 清了零之後 那些人是不戴口罩的 你要知道 現實的情況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經常跟大家說的一件事就是 你不要用香港或者用外國的眼光去看內地 或者 我跟內地的人開會 很不碰 其實 老實跟大家說 在內地 現在 做生意的人 如果 在內地 有接觸一些人 你也要認清楚 一件事就是 究竟 他在內地 真的不行 還是他 本身有其他事情做得不好 不行 他是賴到疫情那裡 這些事情 你也要留意清楚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的業績不好 他就這樣賴到疫情 有些事情根本應該 理論上是不受影響的 例如超市那些 理論上是不受影響的 他的生意差了 他就賴到疫情 疫情 你要看一下 究竟 你做什麼才行 其實現在 有些人 就什麼都賴到疫情 其實就不是這樣 這樣不適合 在昨天的時候 凌晨0點到中午12點 山東青島新增本土確診 病例6例 沒有症狀感染者16例 現在是有散發的 這是我們知道的 但是 你說是不是 現在那種處理方法是不對的 現在當然很多人都不斷說 處理方法是不對的 我到現在都認為 國家的方針沒錯 因為如果不是好像 現在用這個方針去做 死人死得太多 你一計一條數 死得太多的時候 就很糟糕 好了 這個也要說回一個好少少的消息 就是 10號的早上 四川勞定 海羅溝警區 最後一批 42個被困人員 全部安全撤離 另外昨天也公佈了 中國自主研製的 第二架大型滅火 水上救援水陸兩棲飛機 昆龍 AG-600M 完成首次的飛行試驗 昨天也有 人民英雄國家榮義稱號 獲得者 張定宇 決定捐贈自己的遺體 用於漸動症的研究 好 另外 再講一講 天氣 全國降水量漁報圖 廣州、香港、澳門 今天看上來不會下雨 根據中央氣象台的全國降水量漁報圖 廣西中部和南部局部有暴雨 在那裏的盲友 自己小心一點 好 到這裏休息一會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講述 踩 奂 駿 得 越 很 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